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期呢跟大家聊一个台湾的事情啊 台湾最近又爆新闻了,关于什么啊,以战逼谈 这个是啊,那个台湾的那个国安局局长 然后陈明通在立法会里面 打询的时候啊,说出来的一些话 关于两岸上的一些话 其实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些新闻 它的前提是什么? 它前提是美国人在打台湾牌啊 美国人啊,最近啊,大家都看到了 反复的在台湾问题上跟你啊 我协防台湾啊,我又一个中国 我又协防台湾,我又一个中国 让CNN的记者去采访蔡英文 有美军,然后的话啊,共产党大陆啊 他不会啊,最近这两三年 他不会什么啊,攻打梧桐啊 台湾等等等等 美国人最近一直在做台湾的新闻 所以说台湾就会有反应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台湾问题你就说,你就喊 对不对,你就继续的表态 哪条路都给你堵得死死的 然后的话啊,这些问题反馈到了啊 台湾,台湾这个陈明通 然后呢,就有了反应 说出来什么,以战逼谈啊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何如何的 其实大家应该如何看这个新闻呢 其实陈明通说的这些话 他都是因事而说出 这个事呢,就是这个世界啊 的趋势啊 世界的趋势已经走到今天了 台湾问题,然后呢 没有人是可以看不见的了 尤其是在中美博弈的一个情况底下 美国人在打台湾牌 就像我跟大家说的 台湾牌同样也是咱们这边的一张牌啊 对不对,咱们也可以打呀 而且打到了现在 台湾那边不可能没有反应 你就继续有反应 然后的话,这个反应其实挺有意思的啊 我们如何来解读这些反应 大家可能会说啊 他们撒谎撒谎撒谎 那他到底为什么撒谎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些东西看清楚 你了解的了解他 他这个事情的一些根源 你才能知道如何去解决这些这些事情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咱们来聊聊这个以战逼谈 然后陈明通说以战逼谈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首先呢 以战逼谈这个事情啊 后面会带来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啊 真像陈明通 陈明通说的这啊 以战逼谈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想请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那什么样的事情是可能的事情 或者说啊 那就是以战逼谈 如果是没有用的事情的话 那什么样的事情 对于台湾解决台湾问题 那是有用的事情 大家自己去思考啊 然后还能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啊 以战逼谈真的没有用吗 如果没有用 蔡英文为什么最近啊 从双十啊 十月十号的那个蔡英文的演讲 然后的话走到了 走到了那个CNN的那个记者的采访 都在说我要跟大陆去谈 跟大陆去谈 那蔡英文的这个这个态度又从何而来呢 对不对 其实这个能导出来两个问题 在讲这两个问题之前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新闻 然后的话就能解释啊 蔡英文的那些问题了 就是说如果以战逼谈没有用 蔡英文干嘛要成年给你喊了喊去 其实这个东西啊 很有意思 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新闻的内容啊 首先啊 我看到的新闻是新闻用文字的形式 记录了陈兵通在台湾的立法会里面 打询的时候的一些回答 然后他的回答也挺有意思的啊 然后啊这个陈兵通在他的回答里面提到了几个事情啊 他还提到了太平岛啊 提到了东沙岛 还提到了最近啊 大陆这边的那个啊 储存物资这个事情 那我们看一看啊 他回答这两点 他能带来什么样的意思啊 首先啊 关于东沙岛和太平岛 然后陈兵通说啊 最近不可能打仗 哎 最近啊 那个美国人说了啊 最近啊 这几年不可能打仗 我陈兵通几年前也判断过啊 前些年也判断过 大陆最近不可能打仗 如果说大陆没有任何动作的话 他何来回答这些问题呢 其实大家一定要了解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那样 大家聊啊 什么断A克法 我跟大家说断A克法里面的一些细项 然后的话一点一点断 一点一点断 一个月断他一个 然后台湾就浑身的舒服了 所以说大家能理解吗 这叫施压 之前跟大家提过军事上的施压 解放军的军机经常出现在台湾的那个防空识别区的西南角 我之前跟大家说了 那我们还有东北角 对不对 我们还有东东南角 然后呢 我们来回的转 而且压缩 这样的话 其实一步一步一步走 一步一步走 台湾就会浑身难受 他就得面对这些问题 现在他就已经开始面对这些问题了 以前台湾会说这些话吗 当然不会 对不对 谈谈这个字 别说以战逼谈了 谈这个字 台湾的这些政治人物 他都说不出口啊 然后的话 现在也知道东沙岛太平岛不安稳了 哎呀 说实话呀 我是比较赞同这个陈明通说这个话的 真要打起来 这个东沙岛太平岛真的是不重要 真的是不重要 一没有战略意义 二他也没有什么代表性 三他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地方 我占了他我能能怎么样呢 所以说呢东沙岛太平岛没有任何意义 要打就直接打台湾岛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很常识的一个东西 如果有战略意义的话 东沙岛太平岛那就是一个点 问题是这两个点有什么战略意义啊 太平岛在南沙 然后的话南沙 大家也都知道大陆的那个 建的自己自己建的一些人工的岛礁 那个实力 飞机可以上 导弹可以上 你这个太平岛 现在能坐神马 对不对 能坐神马啊 能够威胁谁 大陆的人工岛礁就已经起来了 如果没有这些人工岛礁的话 太平岛是南沙群岛里面最大的那个岛 然后有一些战略上的意义 但是的话 人工岛礁起来了 大家也都知道一个情况 就是人工岛礁能够造岛的面积 比你太平岛大多了 而且上面的军事设施更加齐全 就是太平岛的战略意义 几乎为零了 现在 东沙岛呢 同样也是如此 东沙岛连那个战略意义 连太平岛的一点的都比不上 然后的话 其实啊 我跟大家建议一下 大家关于说的啊 要解放台湾这个事情上面 大家也都说 大家一定要认识的啊 台湾岛是重点 台湾岛是重点 然后东沙岛太平岛不是重点 为什么不是重点呢 我觉得啊 我们是善良的人 我们也尽量的 不要把他们逼到死路上去啊 比如说像蔡英文啊 他们急了跑对不对 喜欢在岛上待着吗 我们给他安排一个东沙岛 上来待着 东沙岛好 东沙岛棒 东沙岛上面还有500名什么 还有那个陆战队员 还是什么台湾的那个海警呢 然后的话 这些人 500个 然后你看有自己的军队了 然后你到东沙岛继续去搞独立 对不对 让全世界看见东沙岛的好 对不对 这样继续去干 我觉得号召一下大家 大家号召什么给东沙岛 让东让给给蔡英文一条出路 留下东沙岛吧 对不对 现在还在聊东沙岛太平岛 也就是这些人的眼光啊 然后呢继续跟大家说 关于大陆储存物资啊 这个陈明东也回答了一下 陈明东开始啊 帮大陆辟谣了 这个观点真的是很有意思 民进党开始帮大陆辟谣 他为什么要帮大陆辟谣呢 然后这个关于什么囤囤物资这个事情啊 什么有说法是为战争做准备 陈明通对此表示这是假讯息啊 大陆这样的要求是为了防疫 而且还要举办端奥会 还有很多重大的活动 大陆希望疫情清零 所以要老百姓做些准备和战争完全无关 说实话呀 很多的大陆朋友其实关于我之前聊过这个新闻 很多大陆的朋友都说了哎呦打你台湾我们储存什么物资啊 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呢 说实话啊 大陆只是做了一点点的动作 做了一点点战备的动作 没有做出特别特别大的战备的动作 之前大家也看到了 之前我跟大家做的视频里面啊 有一些啊 福建泉州的一些网友拍到的一些 比如说像导弹呢 还有像一些军事装备啊 火车上面的运输啊 然后还有月二十啊等等等等都在往福建洋海去运物资啊 军事上的物资 然后他们这些人现在有感觉了吧 有感了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拼命的要否认 根本没关系 跟我们没关系 不没有战争 没有战争 是为了防疫 你管他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这样做的方式就是让你猜 大陆有各种各样的手段 然后埃克法 我可以断里面的细项 然后的话我飞机啊围着我的军机围着你的台湾岛 我继续压缩你的空间 我一步一步的往前去走 然后的话我连啊运输点物资 你就得做个回答 你浑身难受 这不是战争 没有战争 大家明白了吗 其实台湾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大陆稍微动一下 他就有感受 这是这是关于什么以战逼谈 大家觉得有用吗 有用吗 如果没用 他真的是没感觉 也不会有人问 也不会有人关心 然后他也不会用 不会啊 用得着回答这个问题 大家觉得有用吗 就像我说的 蔡英文 那如果啊 如果没有以战逼谈的话 蔡英文干嘛 从双十到什么CN的记者采访 都要说啊 我希望跟大陆来谈一谈 我希望我这 我们这边会做更多的了解大陆的行为 你看看蔡英文的态度 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 到底有没有用吗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答案 另外一个呢 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 如果以战逼谈没有用的话 那什么有用 刚才跟大家提这个问题了 大家想想 什么有用 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你看一看台湾的反应 它反应越大的事情 其实越有用 什么事情让台湾反应大呀 首先第一个 那就是国际局势的压制啊 什么叫国际局势的压制 大家都看到了 日本前一段时间台海和平 台湾是一个国家 台湾日本的政治人物啊 排着队在台湾问题上发言 你看起来啊 他们在声援日本 其实他们在给日本施压 什么叫给日本施压呀 你把台湾问题只要端出来 那台湾问题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争结点 需要解决的一个点 对于大陆来说就是这样 然后的话如果不想被日本啊 天天喊什么台海和平啊 什么台湾是个国家呀 如果大陆不希望日本天天 这样去喊 那就解决台湾问题就难 就可以了呀 可是对于台湾来说呢 你要解决了台湾问题 你想一想啊 民进党这些人会是一种 什么样的感受 然后的话 美国人天天在打台湾牌 就让美国人继续去表态 对不对 就让美国人继续去表态 要不要先放台湾呢 美国人好好地回答 对不对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中美博弈就是如此啊 中美博弈就是如此啊 台湾这张牌对于大陆来说的意义就是如此啊 就像一直来跟大家瞧那样 台湾问题背后就是中美博弈啊 就是美国呀 对不对 就要打你美国人的脸呢 在这个问题上面 然后呢 你美国到底在这个问题上如何表态呢 对不对 你最好表态 你不要来 对不对 就像啊 当年的阿富汗一样啊 不要当年就前一段时间的阿富汗撤军一样 全世界都看在眼里 美国人对待盟友真的是一个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只要看到了美国人的信用何在 美国现在搞战略战略模糊 然后今天我那个协防台湾 明天一个中国全世界都看在眼里 你美国继续这样去表态 对不对 继续这么搞 然后谁还信任你呢 你说的哪句话是对的呢 哪句话是准的 哪句话是你美国人能做的呀 继续做对不对 你最好也表态 你就会协防台湾 那你就来嘛 不来 你的信用我继续玩下去掉 来呢 就试 试一下 对不对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台湾问题 大家不要只看见台湾格局大一点 最好把美国人 日本人拉进来 对不对 能解决很多的问题 所以说大家就慢慢去看 所以说这是第一点 台湾人最担心的 然后的话 也就是国际局势的压制 缩减台湾的生存空间 就像台湾人成天说的那样 让全世界看见台湾的好 对了 这样就对了 只要是让全世界看见你台湾 你台湾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为什么会这样 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啊 接下来跟大家讲 另外一个台湾最害怕的一个事情 然后呢 台湾反应特别大的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的 我相信啊 最近啊 包含我 包含很多的朋友 都有所感受啊 就是那个玻璃心 这种嘲讽 这种嘲讽 然后的话 大家明白吗 这个事情 很多的朋友很生气 或者很多的朋友啊 就是我不听 我不听 我不看了 这个事情 其实不管大家听或不听 它都存在 然后的话 他用这种嘲讽 用这种羞辱的方式 对待大陆 那台湾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虽然说很多的朋友都知道 那是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马来西亚华人 黄明志 他主要生活的地方就是台湾 然后的话 黄明志就是靠着台湾 而活的那么一个艺人 然后的话 他做这种歌 而且大家一定要看到 台湾不管是蓝绿的媒体 都在炒作这个事情 全世界的媒体 你见不着这样的现象 嘲讽 羞辱他人 他人的一首歌 好像在台湾 变成了一首正义的歌 这就是很棒 这就是台湾人 最最最关心的事情 为什么我跟大家说 玻璃心是台湾人 最关心的一个事情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然后的话 像黄明志啊 像玻璃心啊 他代表什么 代表年轻人 大家一定要知道 代表年轻人 年轻人喜欢什么呢 喜欢的就是这些东西 互联网上面的一切 新鲜好玩的东西 然后油管 算是年轻人聚集的一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知道 知道这个啊 油管算是年轻人聚集的一个地方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觉 其实台湾的影响力 不仅仅是大家认识到的啊 从经济方面 文化上面 近些年都在拼命的往下掉 就算是对于年轻人的影响力 然后的话 台湾这边是越来越不行了 你像黄明志这种这种人 这种网红 他突然的冒出来 做了那么样的一首歌 其实他是现象集的 他不是一个算是一个合理的 就是商业化 商业规模 一个环境做商业环境 做的特别好 冒出来一个事情 他是一个现象集的 他是被推着往前去走的 大家一定要关注到这个事情 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发现了 你本来不关心类似的一些议题 可是这首歌竟然能推荐到你的油管的首页上面 而且很多的朋友也发现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的蓝绿媒体 一直在围绕着这首歌 在做宣传 然后不管是什么 那个里边的小破演员 你也不知道哪冒出来的演员 跟不露脸的演员 工作人员 台湾的媒体都要上去采访一下 他在干嘛 很多的大陆朋友都熟悉这种操作手段 叫炒作 炒作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本来的热度可能只有三 你炒作一下 可能这个热度变六 然后你在加大力度 长时间炒作的话 这个热度可能就会变久了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事情 所以说大家能够感受得到 台湾一直在围绕着这个事情 在做事情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刚才跟大家说了年轻人 尤其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油管 最近这两年冒出来了多少 大陆的算是YouTube up主 冒出来了多少 很多的up主YouTube 本身是在什么B站 在西瓜视频上面做视频的 还有一些在抖音上面做视频的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最近这两年冒出来了多少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些大陆的一些up主 然后在下面的评论回复 有很多台湾人 之前大家最熟悉的 比如说像什么解说电影 一类的 有很多的大陆的up主 下面有很多的台湾人在看 但是的话 那已经是老黄历了 那已经是老黄历了 然后的话 现在新冒出来了非常多的 包含我自己 包含我自己都会在油管上面 看一些大陆up主的一些视频 比如说像什么杨旭游记 一个做房车旅游的那么一个up主 我觉得很好玩 看他的视频 我解压 你知道吗 我自己不能跑出去去玩 我看看他的那个房车游记 我起码看一看 我心里舒服一些 有一些自己的那个憧憬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其实这些大陆级的up主的流量 它不少啊 流量不少啊 然后有很多的台湾的粉丝 全世界的华人的粉丝 都在看他们的视频 大家不要以为这些人不讲政治 就没有任何用处了 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 比如说 比如说 像比如说像房车旅游的这种视频 有很多的啊 做房车旅游的一些博主吧 都会跑到新疆 新疆风景 风景好吗 好吃的多吗 好玩的多吗 都会往那去跑 只要往那去跑了 拍出来了视频了 把真实的新疆拍给大家来看了 就算是他不聊政治 不聊什么美国呀 不聊新疆棉这些事情 看到这些视频的这些华人啊 台湾人啊 香港人呢 他们都会对新疆 有一个既定的印象了 这个印象是一个真实的印象 是一个经过了视频画面 传导给他们的印象 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之后 这些人就会对 比如说美国人做什么 新疆种族灭绝集中营啊 他就会有一个判断 而且对于台湾的那些 相信美国人就是啊 那个爸爸 亲爹你知道吗 美国亲爹 很多恨不得都到这种程度的 这些年轻人都是有影响的 不仅仅是这些啊 包含抖音上面 一些拍短视频的一些博主 在油管上也有很大的流量啊 比如说啊 什么之前跟大家说 我很讨厌的一种类型的视频 叫什么我跟老板处CP啊 这个类型的视频 以那个抖音上的播主 然后呢 在油管传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看 哇 那个流量真的是高得吓人的 包含一些小孩的呀 然后孩子啊 父母跟孩子在一起啊 那种那种那种短视频 抖音上拍的 现在都在油管上做视频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流量非常高 只要让大家 让这些人 华人呢 台湾人呢 香港人呢 看到了真实的大陆 真实的大陆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这些民意囊 这些人 他们就开始害怕了 就像我跟大家说的 他们到底在怕什么 你看他什么事情反应大 什么事情啊 那个什么特别表现的激烈 那就是他怕的 这也就把民意囊 他们逼的啊 逼出来了一个黄明志 做了一个玻璃心 拼命围绕着这三个字 再吵 再吵 再闹 然后把这个东西要吵得越来越大 可是有用吗 可是有用吗 这个问题提给大家 大家可以去想 没有任何用处 你知道吗 答案直接就冒出来 没有任何用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就跟中国的实力一样 就跟中国的国力一样 外国包含美国 他不得不看到了 你知道吗 你现在已经大到一定程度了 他不得不看到 大陆的up主 大陆的做视频的很多的一些人 然后的话 他们做的好的视频 漂亮的视频 有意思的视频 然后他不用去聊政治 他自己都会往外去冒 因为积累已经积累到这样了 而且大陆的基数也大 所以说他们不得不看到这个事情 他只能靠着自己用人工的手段 做什么小粉红啊 玻璃心啊 然后大家也都知道 台湾的1450从何而来 然后就能看的就是那个 台湾的那个台北的那个农委会 自己批钱在洋网军爆出来的1450 台湾的官方拿着自己老百姓的钱出来啊 做这些事情 给这些网红的公司啊 补贴钱 你给我做一些话题出来 天天在做这些合作 这是人工做的 人工做的有没有用啊 当然也有一定的用处 但是的话 你就持续的花钱吧 你持续的花钱 还不见得做的好 为什么 因为你推的东西 不见得是真实的东西 不是真实的东西 大家一定要记住 他没有生命力啊 什么东西是真实的 比如说那些啊 房车游记 比如说啊 拍的一些搞笑的短视频 那这些都是真实的 你不管他是为什么 然后的话 起码能够看到了真实的另外的一面 他不像政治 跟你讲什么实证类的一些视频 然后算是有一种灌输的一种状态 可是那些东西 他不用灌输 真实的影像就在那里 你的幽默感 然后你的那个长相 或者说你漂亮 或者说你拍出来的视频 风景特别优美 那些东西都是最真实的 真实的新疆 真实的大陆人 真实的中国人 全摆在这里 给他们去看 如果持续的这么发展下去了 台湾人 香港人 很多的华人 都会知道真实的中国 真实的大陆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如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接受到了这些民进党 某一些想要走向独立的这些台湾人 他们的末日也就会来临的越来越快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他们讲什么 台湾那些想台独的 想什么那些都没有用 为什么没有用 因为他们自己知道自己在撒谎 很多的朋友在以前香港问题闹得比较凶的时候 都会说 香港的年轻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你看一看他上街 一打一殴打别人 只要是大陆的就打 他好像很恨大陆 你不要被这种表象给蒙蔽了 之前就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 台湾香港的一个算是 勇武派的一个偶像叫梁天琪 出生在武汉 香港的这帮年轻人都知道 他有一个外号叫武汉琪 你知道了吗 湖北琪 湖北琪 他有一个外号 都知道他是生自于大陆的 可是他怎么就成了香港的那个最激进的勇武派的偶像呢 因为他们不在乎 他们在乎的是要反抗 跟你意识形态 你全是错的 我们全是对的 可是大家也知道 他们表现出来这些 他们自己知道是假的 为什么 你以为他在反中 他其实比你还清楚 他自己生在哪 他是什么人 台湾人同样也是如此 台湾人同样也是如此 你真要问他祖籍是哪里的时候 他也说不出来第二个选择 除了大陆 除了中国 他说不出来第二个选择 他们自己知道 可是很多的朋友对于台湾呢 对于香港那帮废青很生气啊 怎么怎么样 他们都是说什么说什么 大家一定要知道 他们就是要给你做壁垒分明 背后有一只手 这只手叫政治 这只手有可能是民进党 也有可能是国民党 更有可能是美国人 把这些意识形态的壁垒分明的意识 给你立起来之后 你就成为敌人 你死我活 可是大家要知道 润物细无声 做好我们自己 比如说我跟大家说的 某些视频 大陆的up主如何如何 这些东西 其实最润物细无声的 他们最害怕的也是这些 所以说他们拼命的要推黄明志 推什么玻璃心 推什么小粉红类型的这种视频出来 然后告诉台湾人 告诉全世界的华人 告诉香港人 你看你看他们 丑陋邪恶 给你表现这个 他不给你看最真实的东西 真实的东西 他们看的越来越多的时候 他们就会知道 他们就会给自己一个结论了 真实的大陆 真实的中国 到底是什么样的 真的是他们说的那样吗 如果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不是那个情况了 你认为这个世界的局势会往哪变 这也就是他们最害怕的东西 大家明白了吧 就是结合今天跟大家讲的 以武逼谈 然后的话 他们反应大不大 大 这也就是有用的一个地方 但是的话 我仅仅只是一篇文章 然后大家储存点物资 仅仅只是一些视频 运点武器装备 他们就已经这种反应了 然后国际局势 中美博弈的一个情况底下 美国人拼命到台湾排 台湾人没有办法改变这个 改变这个东西 他们以后面对的这种压力 会越来越多 大陆可以做很多很多种事情 从官方上可以这样做 从文化上呢 刚才跟大家讲了 润物系无声 只要我们大陆越来越好了 只要我们中国越来越好了 很多积累下来的东西 很多好的东西都会冒出来 只要这些好的东西让他们看到 他们也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了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了 好吧 今天的这期就聊到这了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